总书记下车是拿着铁锹 然后跟大家挥手致意 这个阔谷地走向了咱们的植树区域 是非常的亲切吧 跟大家种了游松 柿子树 还有国槐树 总书记一看就是特别熟练 因为这个他也说了十几年 一直在同首都这个群众义务劳动 义务植树 总书记干得特别快 我们也紧跟着一起在产土 一起在浇水 今天我和习一起种了一棵油松 这让我感觉心里非常的温暖 我也要像这棵油松一样 务正成长成为国家的动量之才 总书记一边和我们交谈 一边和我们一块种树 特别和蔼可亲 他每年种树植树在林 就是带头典范 让我们所有的公民 都应该保护环境 保护生态 我们所在的种树的这个地儿 以前村民居住 采钢房林立 而且一些出租大院 也是脏外 聚集的质地上非常难 通过这次建这个公园 整个把这个 从同退以后 建立整个整个 把这个地方的灾伦叉 全部解决了 既保护了生态环境 又为老百姓提供了 好的休闲娱乐的场所 大家非常的高兴 我们现在的 基本上市民十分钟之内 从家出来 就能进入到公园的区域 所以这是 也是让百姓吧 这个幸福感和获得感 能够有一个 很大的提供 我们近些年呢 就是用这个 可以说用实际行动吧 这个体现了 新年生态文明思想的 这个惠民的 这种一个承诺 我以后也一定要把 这一项事情 就是发扬 并且换成下去 以后也多植树 为咱们北京市的市容 就是增分残 我们以后要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努力干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 更加美好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